休旅车红灯入口 打灯又切 没想要进开上分隔岛 整台车左摇右晃 动弹不得 一旁饥饿骑士 当场看傻 转头直定 休旅车驾驶开门查看 发现车子两颗轮子悬在半空中 一动不能动 只能报警求助 原来休旅车是一台多元机车车 驾驶事后向警方供称 他临时想要右转 却以为这里有个缺口 才会右转跨越公车道 因此自撞 朋友看到捧腹笑说 这里不能回转哦 只要有心到处都可以玩越野车 缴完停车费才能下来 本案无人受伤 驾驶人无饮酒行事 另外在台中西屯区 前方遇到车祸 骑骑车几成一团 一名阿伯疑似赶时间不断逼近前车 等看到事故现场 阿伯突然比出倒战手势 但下一秒 阿伯专心比出倒战 完全没注意旁边轿车几乎碰到 单手骑车稳定性不够 手势比不到三秒 立刻和轿车擦撞当场栽倒 一旁处理车祸 如果骑士陷到立刻躲闪 网友看到说 没看到来得这么快的报应 阿伯被挡住不耐烦 狂比倒战 却没发现大拇指的方向 正指着自己 记得今天回忠诚 台中报导